就出柯文哲赖的对话 说人不可以太聪明 太漂亮 形容他逆天 资深媒体人曲美凤指控 柯文哲身险诸首性骚扰完 还传讯息继续骚扰 连柯黑议员游淑慧都说太瞎了 但看到企业人士受访证实 直呼很难想象 不声唏嘘 你感觉好像不讲 这样日子就过了 可是会 那个伤口就会越来越大 他既然伤害支持他的人 你想想看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齐心可疑 相关的指控应该给双方 各自陈述表达意见的机会 柯文哲性骚风波 周焊加码指控 柯文哲曾评论女部署 和一名新北市女议员的外形身材 说你今天穿这样很漂亮 身材很好 这段影片也被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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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市长今天 你发展两次 你衣服的话我也觉得很漂亮 对啊 原来指的是新北市议员戴湘怡 周焊声称事后他和友人抱怨不舒服 但戴湘怡出面澄清 没这回事 其实都是在公开的一个采访现场 那有很多的媒体记者朋友 也有很多的这个柯文哲的幕僚在现场 当下大家都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不妥 也没有意状 那我也没有感觉到不舒服的地方 柯文哲和周遭女性互动方式引发讨论 周焊点出日前以证人身份被约谈的随行秘书 黄新香 除了被党内爆料是心灵秘书 曾与柯一起到北海岸看海 被认为是柯文哲排解情绪 说心事的亲近幕僚 希望柯文哲是这个凭借着他看到幕僚的实力 然后跟着他 我觉得这样才是正确的 那如果凭借着只是喜欢 只是觉得对方好看 疼惜幕僚 对一些幕僚做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我觉得都是不妥的 柯文哲从政以来身边围绕 众多女性幕僚和从政人士 有无涉及性骚 只能等柯文哲重返社会 亲自说明清楚 记者林俊峰 蔡柏洋 台湾 台湾报道